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 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 对台海局势越来越感到担忧 不少学者对美国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立场 提出了质疑 认为美国应该更清晰地表达 将动用武力干预中国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 但是也有专家表示 坚持战略模糊政策仍是必要的 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 来做详细的介绍 林峰你好 你好 凯兰 林峰我们知道在很多美国的专家学者看来 乌克兰和台湾有很多的可比性 而且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也让人感觉到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 是正在大大的增加的 有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人士就提出说 美国应该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 我们也记得拜登总统 他本人就已经是三次明确地表达说 美国会武力干预中国对台湾的侵犯 那么据你的了解 美国的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的确呢 就是现在在美国的政界 包括这个白宫啊 还有国会 还有在民间 特别是智库上面都有这样的一种声音 就是认为 美国对台湾问题 这个战略模糊呢 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应该从战略模糊转为战略清晰 那么所谓这个战略模糊呢 是指的是 这个华盛顿在几十年来啊 一直就避免是否用武力来保卫台湾做出任何这个战略上的承诺 希望用这种模糊的姿态呢 能够阻止这个两岸 海峡两岸任何一方呢 是打破这个现状这样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 但是由于这个中国后来这个实力越来越这个强 台海两岸这个军事实力啊 这个对比已经明显朝着这个有利于中国一方的这个方向去发展了 所以战略模糊就主要是来针对于这个中国 那么支持战略清晰的人士就认为呢 美国是应该明确的去表明自己的立场 也就是一旦中国对台湾发动这个军事进攻呢 美国就应该用武力来干预 那么只有清晰的表明自己的战略意图才会让北京有所顾忌 甚至是不敢发动这个进攻 那么梅惠林呢 却是现在呢 仍然坚持认为这个战略模糊 仍然有它存在下去的这个价值的学者之一 我们知道梅惠林是长期这个研究中国军事战略 他对这个台海局势呢 是有非常深入的一个见解的 那么他的这个主要观点呢 就是说过早的表明美国的战略意图 对美国是不利的 甚至是会导致 可能会导致这个美国根本 无法持缘台湾的这样一个局面 我们就先来听 已经没会儿林是怎么说的 Well strategic clarity has no benefits and many downsides so people who argue for strategic clarity do not understand the heart of China's calculus I think their view is that if China is convinc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ight on behalf of Taiwan then they'll be too afraid to use force they will be deterred and yes that was the China of 30 years ago but that's no longer the China of today there are now scenarios in which China could win a war even if the United States were involved and so the mere declaration of US involvement does very little to change China's calculus about whether or not to use force actually from my research most Chinese strategists have to assume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when they're making these types of decisions about the risks of using forc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many downsides in that if China is convinced 100% if the leadership feel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be involved then there is no reason to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in the initial stages of the conflict 所以梅惠林其实她也表示 就是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 特别是在台海 它存在一些严重的这个弱点 比如说这个中国解放军的军力 无论是在军力 还有这个军舰 还有军机的数量上 都成一个压倒性的一个优势 也具备了这个打击 美国航空母舰的这个军事能力 那么如果中国在这个战争的初期 对美国的军事基地 在日本的两个军事基地 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话 那有可能会导致 美国没有办法去保卫台湾 所以她就认为 应该要让中国对美国的意图 是保持一些不确定性 以便美国在这个冲突的早期阶段 能够有一些这个时间和空间 进行这个军上的部署 是 林峰 我们说到这个军事实力 其实说到过去几十年 这个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 也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给中国造成了一些震慑 是有很大关系的 那么现在呢 就像你刚才也提到说 中国的这个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 都是有所提升 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慑力 相对来说呢 也是在逐渐下降的 那么美国现在还有没有能力 去继续震慑住北京 让他不要去试图走所谓的武统这个方案呢 就是在梅惠林看来呢 就是美国还是有机会 对中国形成这个战略的威慑的 但是呢 这种威慑力是要来自于 美国的军事部署和自身的这个军事实力 而不是口头上这个表示美国有决心 或者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意志 那么这也是他为什么反对这个 或者说不支持战略清晰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其实我们刚才也听到他说到 就是说仅仅说美国会用武力来协防台湾 这是不够的 还是更加是根本上的因素是需要自身的实力 所以无论美国说与不说 在他看来中国都会把美国军事干预计算在内的 因此还是要看这个力量的对比 我们来听一听梅惠林是怎么说的 在美国的这个政策这方面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拜登总统他已经是有几次明确的说出 说美国有意武力来保卫台湾 如果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话 但是往往呢是在他说出这些话之后很快 白宫或者说国务院就会来出来澄清说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 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人还说可能是拜登总统出现了一个口误 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是出现过三次了 而且拜登总统也没有改口 那么这也就越来越多的让人觉得说 是不是美国的台海战略的确是在发生一些转变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梅惠林是怎么看的呢 就我对梅惠林的专访来看的就是他是倾向于认为就是有意为之 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呢 也算得上是拜登政府的一种政策上的一种变化 以这种非正式的方式呢给北京发出一种警告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武力攻台 那么美国是会有所行动的 但同样的他也认为呢 就说这么做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 他认为效果可能不见得很好 反而呢可能会给美国还有这个 主要是美国的盟友带来一些困惑 那么他的主张是美国在台海的政策 还是应该具有一定的这个连续性和可预测性 我们还是来听听梅惠林是怎么说的 My sense is it's intentional 因为 they've done it a number of times now As a strategy I don't think it makes a lot of sense I mean I understand where they're coming from They think they can enhance deterrence by warning Chin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involved While also maintaining some deniabilit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Or taking more aggressive mov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supportive of the status quo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can't have Chinese aggression increase against Taiwan 对 所以这个梅惠林的观点就是说 归根结底啊 美国还是应该专注于提升自己的这个军事实力和这个综合国力 用实力来说话 是 那我们再看一看中国方面 我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也讨论到说 这个乌克兰和台湾形势的一个可比性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看到俄罗斯现在在这个清乌战争中的表现 可以说是非常的糟糕的 目前这个战争也是陷入一个胶着状态 那么这样的一个形式能不能给北京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让北京呢在考虑对台湾动武的时候更加谨慎一些呢 梅惠林认为这个俄乌战争啊 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一方面来说呢 中国统一台湾的这个执念是比俄罗斯 占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这个执念要大的多啊 而且还强很多 在另外一方面呢 梅惠林就认为中国解放军会从这场战争中吸取教训 特别是在后勤啊 补给指挥和控制方面 那么中国会在从这场战争中呢 看到自己的不足 从而去努力去补齐短板 而且他也认为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 对中国军队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改革呢 其实呢就是在着手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综上所述呢 他认为俄乌战争不会改变中国 去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这样的一个盘算 是 那我们如果站在这个北京的角度来看 因为北京有时候就会表示说是华盛顿和台北的一些做法 在逼迫所谓的逼迫北京来采取一些行动 就比如说美台之间高级官员的互动 还有美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等 那么在这方面梅惠林是怎么评价的呢 他并不认为美国是在用中国 就是掏空 就是说用北京的话来说呢 是在掏空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政策是所谓叫 One China Policy 是一个中国政策 这两者之间呢是有本质上的这个区别的 那么拜登政府其实也多次的表示过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基于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对台六项保证 那么其中最根本的差异就是美国认识 但并不赞同中国所说的台湾海峡两岸呢 是同属一个中国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这样的一个本质上的差异 梅惠林也认为呢 拜登政府整体战略呢是对路的 也就是华盛顿呢不要去迁就于北京 对台湾拥有主权这样一个主张 而他的观点就是说 美国呢并不是去不必要的去激怒中国 而是在告诫中国 你不能为所欲为 中国的行为呢是让这个自二战以来 建立这个国际秩序和准则呢被置于在危险之中 而美国呢是愿意去捍卫这些秩序和准则的 那么他也认为呢拜登政府不仅要鲜明的表达出 反对中国这个恫吓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也要呢进行一种所谓精明的外交 展示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 从而缓和这个北京的焦虑情绪 好的 非常感谢林峰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王要让我们带来的颗图